兄弟们 无双不会变成僵尸了 当伪装瘟疫人给无双注射完僵尸病毒以后 当大家都以为无双会变成丧尸时 奇迹般的反转来临了 骑士大哥通过传送门来到瘟疫人的实验室 挥动自己的板斧将无双注射病毒的手臂砍下 及时的阻断了病毒的扩散 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别提有多激动了 真的很难想象变身僵尸的无双之后的剧情又该如何发展 既然现在无双不用变僵尸了 那么让你我也松了一口气 好的小伙伴们 我是IBB的AI许少 欢迎继续听我BB 在正片开始前记得干嘛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搬好小板凳 系好安全带 给咱点个仙仙背 咱这就发车了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30级的主要剧情 泰坦电钻人追击 无双登机逃离 队友飞机被狮群所困 导致意外发生 无双坠机生还 只剩一人挑战狮群 两大泰坦级别僵尸与无双又展开角逐 危急关头触发传送装置 定睛一看 已经身处瘟疫人的病毒实验室 一阵拳脚过后 瘟疫人丢掉神秘面具 显露真容 半人半监控 吓傻无双 最后被禽注射僵尸病毒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上集剧情结束 本集内容正式登场 我们看到伪装瘟疫人 已经将病毒试剂 注射到无双体内 无双眼前花瓶 就要变身僵尸 可就在这时 屏幕左侧突然一阵光亮 一把板斧最先出现在无双眼前 然后板斧应声落下 向无双刚被注射病毒的 左手直接斩断 好一招断臂保全 及时地阻止了病毒的扩散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 原来是骑士大哥 通过传送门来解救无双 话说骑士大哥 怎么知道无双在这里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因为怪物阿仆主 赋予骑士大哥上帝视角呗 好吧 我只是开个玩笑 那让我们继续 这时候我们看到 被砍断的手臂冒着火花 从这点我们可以推断 无双拥有的并非有机体的手臂 他的四肢应该是机械电路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但是在达夫克的原版宇宙中 并不是所有的监控人 都是机械手臂 比如原版中的女监控人 当时的手臂断了 竟然会流血 所以僵尸宇宙的无双 应该是经过彻底改造过的 这时候骑士大哥 对着旁边的伪装瘟疫人 就是一斧子 将那家伙打出五米开外 此时骑士大哥趁机打开 无双被困的另一只手 可身后的伪装瘟疫人 也快速地爬了起来 从身后重击了骑士大哥 还说了句 你很弱啊你 被偷袭的骑士大哥生气地转身 同时也对着无双说 赶紧逃跑 听人劝 吃饱饭 无双赶忙转身逃跑 但是却被骑士大哥的板斧 拦住了去路 什么情况 你不是让我逃跑的吗 怎么还用斧子进攻我 原来这斧子不是骑士大哥丢的 应该是伪装瘟疫人 将骑士大哥的斧子打掉后 阻止无双离开 难道骑士大哥打不过这伪装瘟疫人吗 让我们往后看 无双顺着斧子望去 骑士大哥正和伪装瘟疫人激烈地打斗 一个躲啊躲 一个追啊追 难道失去武器的骑士大哥武力只减半吗 只能防守 这时候骑士大哥不知道伪装瘟疫人跑到哪里去了 于是问 你在哪 可没想到伪装瘟疫人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伸出一只手抓住骑士大哥的肩膀 同时说 来 我在这 然后将骑士大哥扭过身 一击重拳打在骑士大哥的小肚肚上 无法描述的力量 那就只能上包装特效了 我们看到他们背后被作者加了一个大大的毁灭单词 这一招暴击看着都疼 骑士大哥整个人被打到半空 然后重重地落地翻了几个身 趴在地上暂时动弹不得 随后伪装瘟疫人亮起自己的毒眼 然后说 干掉他 突然 从掩体的上方伸出一只大手 随后我们才发现 这就是被伪装瘟疫人治愈的僵尸泰坦电视人 原来伪装瘟疫人在命令他除掉骑士大哥 只见僵尸泰坦电视人伸出大拳头 想要砸扁骑士大哥 死时的骑士大哥刚刚捂着肚子站起身来 他发现僵尸泰坦电视人的大拳头 就要砸向自己的时候 他开启了自己的光圈传送门 这一组结印的手势很有活影的感觉 这一招真够机智的 骑士大哥将僵尸泰坦电视人的大拳头 传送到伪装瘟疫人的头顶 这时候的伪装瘟疫人已经来不及躲闪了 活生生的被砸到地下 如果你觉得这一下子能解决掉伪装瘟疫人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家伙可没那么容易领和饭 只见从地面上产生一团烟雾 然后朝着骑士大哥移动 死时的骑士大哥连连后退 突然烟雾将骑士大哥整个人都包围了 待烟雾散去 伪装瘟疫人已经抓住了骑士大哥的脖子 然后伪装瘟疫人一招悉心大法 感觉想要吸走骑士大哥的灵魂 我们看到一个现代人打扮的灵魂轮廓就要被吸走 那应该是骑士大哥真实的样子 具体长什么样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再这样下去 骑士大哥会领和饭的 还好此时的无双单手 拖着骑士的板斧冲了过来 直接在背后给了伪装瘟疫人一斧子 这才将吸星大法打断 这时候的骑士大哥已经没有元气继续战斗了 只能撤退 只见骑士大哥开启传送门 说了一句 不要失去这把武器 然后就从传送门离开了 传送门消失后 僵尸音响人又出现了 这家伙升级了光鲜粒子手臂 十分厉害 他朝着无双嘶吼了一声 准备攻击无双 无双看了一眼手中的武器 把骑士大哥的话记在心里 然后36G走围上准备逃离 无双一边跑 一边用时空板斧 划开时空裂缝穿了过去 另一头无双来到满是僵尸马桶的街道 随后时空裂缝并没有关闭 僵尸音响人也从时空裂缝中穿了过来 僵尸音响人使用自己的粒子手臂 变换链条准备抓住无双 无双在前面疯狂奔跑 还不停地去消灭眼前的僵尸马桶 随后用斧子击退链条手臂的抓捕 开启火箭背包 纵身一跃飞到半空 再次划开时空裂缝离开 原来时空裂缝的消逝是有时间的 僵尸音响人竟然又赶在时空裂缝关闭前追了进去 另一头 他们穿越到了大本中附近 没做过多停留 无双继续划开时空裂缝继续逃离 僵尸音响人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追着不放 再次穿越 他们竟然来到了传奇宇宙 这时候 传奇宇宙的两名监控人正在聊天 无双穿越到此 也让他们非常吃惊 他们竟然问你是谁 无双并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继续划开时空裂缝离开了 然后就是僵尸音响人也追了上来 哦 对了 有小伙伴催我更新传奇宇宙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配音的话 你们多给我点点赞让我知道 如果这条视频能够积累一千个仙仙被 我就立马给咱配音传奇宇宙哦 谢谢你们了 好的 我们继续 然后无双又来到了另一个多元宇宙 说实话 这个多元宇宙我还没有看过 有知道小伙伴 记得评论区告诉我这是什么宇宙 你们看这个宇宙的画风我很喜欢哦 好家伙 这个宇宙竟然有女马桶人 太神奇了 接着一阵光亮 无双再次回到了自己的主宇宙 这一阵穿梭无双本以为会甩掉僵尸音响人 但是事与愿违 那个大家伙再次追了上来 但是这家伙传过来的时候掉进了深渊 本以为这家伙会跌入谷底 然后再也不会纠缠无双的时候 僵尸音响人用他的链条手臂 抓住山体又回来了 我弟妈 这技能简直太强了 又是到这种关键时刻 剧情结束 看来我们的无双是甩不掉僵尸音响人了 唯有与之一战 分出胜负才行 我们的无双真是命运多舛 不过也正是这些磨难与挑战 让我们的无双最终成长为战神 好的小伙伴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听AI许少BB也要快乐一整天哦 我们下集见吧